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 是三星手機一定要知道的使用技巧 這集邦尼也會仔細講到資料轉移的部分 不論是Android 轉三星 或是iPhone 轉移到三星 其實只要透過三星的 Smart Switch 這款 App 就可以輕鬆轉移手機資料 大家可以準備好手機 平板 耳機 跟 Windows 電腦 跟著邦尼一起來體驗看看 這集邦尼主要會專注在一般使用者需要知道的使用細節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之後可以帶來更進階的內容 一起來看看吧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三星One UI 操作系統的一大特色 就是擁有非常多的客製化選項 可玩性也很高 許多人選擇三星的一大原因 就是為了系統以及這些獨家功能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分享 哪些是你用過就回不去的功能 首先看到資料轉移 這應該是大家買新手機一定會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資料轉移 在資料轉移這一塊 三星一直都是做得比較好的 只要透過三星自家的 Smart Switch 這個 App 就可以一鍵快速轉移所有手機資料 不論是三星轉三星 或是 iPhone 轉三星 透過 Smart Switch 幾乎是所有資料都可以一次轉移 甚至你花很多時間 排很久的桌面 也可以一並轉過去 先來說大家可能比較好奇的 iOS 轉三星 使用方式也非常簡單 步驟一 記得先把三星跟舊手機都充滿電 或是至少充到80% 才能開始轉移 首先 只需要在新的三星手機 下載 Smart Switch 這個 App 並且開啟 接著 選擇接收資料 如果是 iOS 轉三星的朋友 選擇 iPhone 、iPad 這個選項就可以 接著 iOS 有兩種轉移方式 一種是有線 另一種是無線 邦尼會推薦選擇有線 傳輸資料會更快且完整 先說有線的部分 你會需要一條 USB to Lightning 傳輸線 分別連結三星手機以及 iPhone 如果沒有 USB-C 線材 也可以透過 OTG 轉接頭進行轉移 無線的話 則是選擇頁面中 該從 iCloud 取得資料就OK 了 線材連結完成後 只要在 iPhone 上選擇信任這個裝置 Smart Switch 就會開始掃描所有可以轉移的資料 等待掃描完成後 你就能看到所有可以轉移的資料 透過有線的方式 也是大部分都能轉移 包含通話記錄、聯絡人 簡訊、日曆、筆記、鬧鐘、書籤、相片、影片、音檔、文件都可以 裝置設定像是 Wi-Fi 藍牙這些也都會有 還是比較完整了 也可以點擊了解無法自動轉移的內容 進一步手動備份 邦尼認為比較特別的是 Smart Switch 會自動辨識 iPhone 上的 App 並且盡可能的對應 Android 版本的 App 進行自動安裝 更好玩的是 如果你在 iPhone 上有整理資料夾 系統也會把對應的 App 整理成資料夾 算是蠻貼心的 喔對 桌部也會一起轉過去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通訊軟體的對話記錄 儲存在 App 中的資料 就需要手動轉移 建議大家在轉移完成後 還是先把新手機的所有 App 設定一次 並且確認資料都轉移完成 再重置舊手機 順帶一提 邦尼也建議大家 在轉移時 手機要平放在桌上 並且保持 Smart Switch 停留在畫面上 避免拿來拿去造成斷線 而如果是三星轉三星 那就非常簡單了 你一樣可以透過 Smart Switch 用有線或無線的方式連接 有線的話 透過新手機包裝內隨附的 C to C 線材 就可以直接連接 如果是三星轉三星 邦尼自己是習慣用無線的方式傳輸 選擇無線連接時 三星裝置會自動透過聲波的方式完成配對 你只需要把兩台手機放在一起就OK了 完成後 Smart Switch 就會自動掃描可以轉移的所有資料 三星轉三星 可以轉移的資料 包含你的 Google 帳號 也就是不需要自己再登入一次 通話記錄 聯絡人 簡訊 你手機裡的 App 圖片 影片 音樂 錄音 文件等等 都可以一次轉移 更重要的還有手機的設定 包含 Wi-Fi 密碼 桌面排列等等 原則上 三星轉三星 可以說是無縫的轉移整支手機 比較需要注意的有兩個地方 一 Samsung Pay 悠遊卡 記得要手動轉移 二 Line WeChat 這些第三方 App 以及通訊軟體的紀錄 記得手動轉移 看完 Smart Switch 資料轉移後 接著來看進入 One UI 之後的操作技巧吧 不過在開始前 需要注意的是 邦尼這次使用的是 One UI 3.1.1 的版本 如果你裝置還沒有更新到這個版本 在一些功能上可能會略有不同 首先說到可玩性高的鍵盤 三星鍵盤一定是其中之一 首先邦尼想推薦大家 一定要試試看的是剪貼布的功能 你可以在鍵盤的選單中 找到這個剪貼布的功能 接著長按 把它拖到上方的會計列當中 直接釘選起來 剪貼布功能 簡單來說 你所有複製的東西 都可以暫存在這個剪貼布當中 也就是說 當你一次要複製很多東西時 你不需要一直來回切換 App 複製貼上 你只需要在一個頁面中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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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到你要的頁面 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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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是做報告神器 或是也可以先複製下來 等一下再使用 同時 你也可以把一些常用字串 釘選起來 它就不會隨著時間消失 例如 你每天訂外送 都要告訴外送員你會下去取餐 那你就可以把這串釘選起來 下次直接按一下就可以送出 此外 三星鍵盤也有很多好玩的功能 例如翻譯 你可以直接輸入中文 系統就會直接翻譯成英文 讓你可以簡單調整後直接送出 不用進到翻譯軟體 你也可以自由地調整鍵盤大小 調整成最舒服的大小 還有這個文字編輯的功能 你可以更精準地在文字間移動 如果是在整理文件 按下全選 複製 貼上 都會更加順手 此外 你可以透過三星鍵盤 傳送 GIF 動圖 改成懸浮式窗等等 大家可以花點時間 玩一下這個每天陪著你 在你可能跟它不熟的三星鍵盤 第二個可能讓你用過就回不去的功能 就是Samsung Pay 悠遊卡 如果你每天都會用到悠遊卡 你一定會喜歡這個功能 簡單來說 只要在Samsung Pay 悠遊卡設定好之後 你的手機就是悠遊卡 再說一次 沒錯 你的手機就是悠遊卡 使用方式 你就想像你把悠遊卡貼在手機後面 第一 感應時 你不需要點亮螢幕 第二 你一樣可以到超商或悠遊卡機台加值 第三 就算手機不小心沒電了 一樣還是可以感應幾次 讓你可以順利出展 沒錯 很多人會問 設定好之後怎麼用 你不需要點開螢幕或是打開APP 只要把它當成一般的悠遊卡用就好了 除此之外 就是Samsung Pay 悠遊卡 多了可以直接從Samsung Pay 信用卡 加值跟購買1280 定期票的功能 但這算是額外功能 你一樣可以到超商加值 當成一般悠遊卡使用就好 更詳細的介紹 可以參考幫你的Samsung Pay 悠遊卡完整介紹影片 第三 就是新手機比較耗電的都市傳說 說到電力 相信大家都有發現 最近幾年的手機 在剛開始使用的前幾天 就會感覺特別耗電 沒錯 這可以說是目前各家正常的狀況 原因 是現在的手機在首次設定後 大多會分批地更新所有必要的軟體 加上如果你又是一打開就開始使用 那麼系統背景設定 跟你買到新手機後不斷開心地使用 就會開始明顯加快耗電 不過最近有買新手機的朋友應該也有注意到 在使用兩三個禮拜後 好像越來越省電了耶 沒錯 現在的手機 大多會學習你的使用習慣 根據你的使用狀況自動調節電量 讓電力盡可能可以滿足一天一充 不過就是需要時間學習 邦尼會建議 新機至少使用三週左右 整體電力才會有越用越省電的感覺 那問題來啦 有沒有可以加速的過程 有 首先在手機設定完成後 記得到Google Play把所有的App都完成更新 接著到Galaxy Store三星應用商城 把所有的App也更新到最新 可以幫助App更快地完成設定 最後大家可以到設定 電池與裝置維護 電池 背景用量上限 點進去休眠應用程式 把用不到的App都加入休眠 也可以加速系統學習的時間 順帶一提 如果你最近都是在家工作 或手機都是在室內使用 可以在更多設定開啟防護電量 限制只能充到85%保護電池 第四個小技巧 是三星裝置還有一個小功能 就是你可以一次在兩個藍牙裝置上播放音樂 使用方式也很簡單 只要先把你的兩個裝置連上手機 接著你可以在下拉選單中找到媒體 然後把兩個藍牙裝置都打勾 你就會發現兩個耳機都播同一首音樂了 而如果你有新款三星手機 三星平板 三星耳機的朋友 你就可以嘗試流暢切換 例如你戴著耳機連接手機 但你突然想切換到平板上看影片 你不需要在平板上重新連接 只要在平板上開始播放影片 你就會發現原本連接手機的耳機 自動連接到平板上 同理如果你突然又想切回手機 只要在手機播放就會自動切換 還有一個進階玩法 你可以在通知 進階設定 懸付通知中 選擇彈出視窗智慧顯示 並且把LINE WeChat 這些沒有泡泡功能的通訊軟體加入 之後如果有通知時 就可以讓這些APP的通知 以類似聊天泡泡的形式開啟 回覆完訊息後 也可以直接下拉 關閉旋復視窗 接著幫你想聊一些三星生態中 跨裝置同步的功能 首先 如果你正好有三星手機 三星平板 或三星手錶 你可以在下拉選單中 開啟跨裝置接續通話功能 打開後 當你手機有來電時 你就可以在平板上 直接接聽你手機上的電話 所以同理 如果你的Galaxy手錶 也有開啟這個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選擇在手機 平板 還是手錶上講電話 如果講到一半 你想切換也非常簡單 直接點擊畫面上的切換按鈕 你就可以快速的 把通話從平板切到手機上啦 除此之外 除了電話 可以無縫的在所有裝置上接聽外 簡訊也會自動同步 這功能真的很實用 例如你的手機放在遠處的桌上 但你又要收驗證碼怎麼辦 這時候 平板或手錶 只可以直接同步手機上的簡訊通知 對收驗證碼來說 非常方便 最後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化裝置接續通話功能 只要手機跟平板都有連上網路 不論兩台裝置距離有多遠都可以使用 如果有平板跟手錶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打開 收完了平板跟手錶的連接 別忘了還有電腦喔 從過去幾年來看 三星跟微軟還有Windows的合作 可以說是越來越緊密了 大家可以在下拉選單中 找到連結至Windows 接著在電腦的Microsoft Store 找到您的手機這個應用程式 完成設定後 你就可以把Windows電腦 跟Galaxy手機 更進一步的串聯 你一樣可以透過電腦接聽手機電話 從電腦打電話給別人 接收簡訊等等 此外 你也可以直接在電腦上接收到手機的通知 你只要打開重要的App 才會在電腦上跳出通知就好 把電腦收到的通知先進行過濾 比較特別的是 透過您的手機這個程式 你可以直接在電腦上查看手機的相片 並且直接透過拖拉的方式 把照片傳到電腦上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直接在電腦上執行手機的App 你可以在您的手機這個程式中 找到你手機上的所有App 並且在第一次打開App 時 在手機上開啟畫面同步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電腦操控你手機上的App 你甚至可以把這些App 頂選到電腦上的工具列 對有一些手機App 比網頁還好用的網站 或收手手機上的App通知都算實用 此外 連結至Windows 也有跨裝置剪貼布的功能 簡單來說 你在電腦上複製的文字 你會自動投不到手機 電腦複製可以直接在手機貼上 同理 你也可以在手機複製 接著在電腦貼上 最後 只要你的手機開啟連結至Windows 這功能 而手機跟電腦都有開啟藍牙和網路 並且都在線上就會自動連結 不用特別開啟設定 最後還有幾個小功能 例如你可以在三星媒體軟體中 開啟OneDrive同步功能 你就可以在所有裝置上 同步你所有裝置的影片照片 不論你有幾台Galaxy 手機或平板 在開啟後 系統就會自動同步所有的影片跟照片到雲端 你可以當成跨裝置同步 也可以當成備份 如果你有微軟的免費空間或是教育版 開啟OneDrive同步並且備份就對了 而在相機中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比5自拍 只要對著相機比出5 系統就會自動啟動拍攝 所以你可以把手機放遠一點 接著比5做好表情進行拍照 還有一個小功能 如果你的手比較小 常常按不到拍照鍵 你可以從這個白點輕輕地往上拖 就能叫出第二個拍照按鈕 這時候就可以放在任何順手的位置啦 另外三星手機還有一個不能錯過的功能 就是側螢幕選單 尤其是Fold 系列 平板的用戶千萬別錯過 透過側螢幕選單 你可以把常用的App 都頂選上來 接著你只要滑開側螢幕選單 就可以快速地切換App 相信有很多人已經玩通側螢幕選單 切換App 都是靠側螢幕 很少回到桌面 更重要的是你還可以透過拖拉的方式 開啟分割畫面 例如你可以上面看YouTube 下面回訊息 左邊開網頁資料 右邊整理報告等等 你也可以不要分割畫面 在畫面中間放開 就可以變成懸浮視窗 最後其實還有很多好用功能 邦尼就快速帶過 包含推薦大家 可以把導覽列改成全螢幕手勢 你就不需要透過下面三個按鈕 只要往上滑就能回到主畫面 任何一邊的側邊 只要往內滑就可以回到上一頁 可以更順手地操控大螢幕 或是可以開啟Always On Display 就可以在螢幕關閉的時候 永遠顯示重要資訊 或是可以透過Samsung Health 記錄你的走路步數健康資訊 好啦 今天主要就是把一些比較重要的使用技巧 以及細節整理清楚 如果你是第一次入手三星手機 不論是從Android 或是iOS 轉移過來 記得跟著邦尼的使用技巧一起體驗看看 花些時間把手機設定好 就會發現三星的One UI 還是有許多細節 在使用上也會更加順手 如果你已經入手三星手機一陣子 但還是沒有探索到這些功能的話 也趕快打開手機試試看囉 更重要的是 也歡迎分享給所有三星使用者 讓大家懂得更完整的探索手機好玩的功能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區分享你最喜歡的功能 以及其他三星使用者應該知道的小技巧 本集節目就先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邦尼沒說到或沒測到的 歡迎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喜歡本集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AI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 App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